在人体内自求炼丹 我们来认识一下 传统文化产生的打坐功效吧 打坐就是静坐 那是养生与修道的必然方法 养生就是求健康长寿 修道就是磨练内涵 这些都是以静为出发点 关于健康 在佛教来讲 所有的修行的法事都是健康的 如果在我个人感受到 人的静 开张天暗马 奇异人中龙 这幅对联是打坐的功效和意境 静坐除了有益健康 也有益智慧 在精神状态而言 静是培养接近于先天智慧的温床 人类的知识都是从后天生命的本能 利用聪明 动脑筋而来 智慧是从静中的灵光一现而得 一般初学静坐的人 往往发现自己的思虑盈盈非常杂乱 甚至比起不静坐的时候 反而更加烦躁不安 因此更加恐慌 认为自己不应该静坐 譬如一杯浑浊的水 当它本来浑浊的时候 根本就看不见有沉渣 如果把这杯水安稳地静静地放在那儿 加上一点点的澄清剂 很快便会发现 杯中的沉渣纷纷向下沉淀 不是这杯水因为在安静的状态 而起了沉渣 实在是它本来便有沉渣 因为静止才被发现 静坐实在是培养健康智慧的解忆方法 静坐实在